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大家好这里是人民网澳大利亚特别节目澳洲老外坎坎坎我是主持人沈楚云那我们今天依然是请到了这个三位熟悉的嘉宾安格斯林浩和我们的帅气的斯藤欢迎三位的到来那先来说一说去了中国这么多的城市之后有什么样的中国技能就是在那个农金村跟农民的叔叔他讲我怎么跑 这些工序你都会 其实都不会 都不会 但是他教我了就是 你知道这个流程 但是你自己操作不是特别会 对 我觉得中国的茶真的特别好 就是你去中国必须要去了解一下茶的文化 因为其实他跟葡萄酒是一模一样的 他特别有讲究 我还会绕口脸 对 像林浩这种还单身的是不是 来 我想想 对 跟葡萄酒 你来试一下吗 你来试一下吗 特别考验听力 不是 我觉得我不是不能说是和上 上塔 对 然后塔滑 他下巴 和上上塔塔滑 汤洒 对 对 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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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和尚真疼 思藤 我知道是有真本事的 来展示一下中国的专门的属性 呼吗 来 你呼一个吧 好的 我们三个就是想看你呼 我完全被震撼了 所以说像泡茶呀 呼麦这些 其实也是中国独特的生活的方式 那就得问问了 你们最喜欢的中国方式是什么 我在中国待了两年 然后最后一个月 我有一个机会去一个寺庙修行 就是你每天在五点钟起来 然后打坐 然后吃饭 吃饭的时候你不说话 你就是要很安静的 像冥想一样 冥想 对 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还挺有意思 中国生活方式我喜欢两种 就是一种是生活借走快 比如就是在一些大城市里 比如北京小海行走什么的 你可以下班后去和朋友打篮球 坐在大排档吃一种饭 去喝酒 去KTV 好好放松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讲究奴隶工作 但是他们也很喜欢玩旅游 他们就是坐高铁 坐佛车 或许方式这种方法旅游也是特别好 就像你也像安格斯一样 喜欢这种晚上可以吃夜宵的生活 对 我个人觉得我可能就是更喜欢 就是城市里的生活 这就是我很喜欢中国的这个原因 是因为不管你到哪去 就是都是超级方便 那最后一个问题 用一句话告诉我 如果给你们十年的时间 在这一辈子里面任何的十年 选择在中国的一个地方 过某一种中国式的生活 你们会怎么样选择 我现在在大学学金融 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挺厉害的 在银行的机会挺多的 所以20到30岁的时间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这个时间的这个段子 就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选从出生到10岁的时候 在中国 对 在中国 你想在中国出生 对 为什么呢 学会中文 中国人一样 这是我的选择 我感觉就没有时间限制是吧 嗯 对 对 那我就学那个公元前 不是也得在你的一生当中呀 哦 可以你可以说你想要在公元前 对 公元前五百年大概 就是那个孔子啊 老子什么 许家蒙异佛都活着的时候 然后老子也就是写那个道德经 就是是在那个门 就到那去 然后看他写那个东西 你希望跟这些集大成的大家们 能够有这么一个 讨论的交流的机会 对 总体的我们聊下来 就是你们对于中国的生活方式的看待 就是都市的快节奏的生活 和使自己平静下来的慢节奏的生活 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平衡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这个博越酒店 给我们如此风景优美的地方 进行我们节目的拍摄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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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